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为大家请到现场的这位华商领袖 可能很多人更习惯把他称之为马来西亚首富 在他打拼的岁月里 他也为自己赢得了像酒店大王 亚洲堂王等等 一系列这样的美誉 他就是家里集团的董事长郭贺年先生 我们先从今天的短片当中认识一下他 他一人身兼两王 先是享有亚洲堂王美誉 后来又有酒店大王之称 他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 也创造了无数的奇迹 在其唐业鼎盛时期 他控制了国际市场上 每年食堂贸易总量的十分之一 他打造的香格里拉酒店集团 酒店业务分布全球16个国家 已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酒店集团之一 他旗下的丰益国际有限公司 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加工集团之一 他在香港的旗舰加里集团 从英国人手中收购香港英文报 南华早报 及香港无线电视等媒体 使他成为取足轻重的传媒大亨 他就是杰出的企业家 马来西亚籍华人首富 郭鹤年 请出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 郭鹤年先生 有请 郭先生 你看大家不由自主地都站起来 用自己的这份尊敬来迎接你 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大家好 好 谢谢各位 来 谢谢各位 请坐 看到精神绝朔的郭先生走上台的时候 能猜出郭先生现在的高龄吗 啊 六十 六十 七十 还有五十五 我刚刚他们话转了 我也只是不知道怎么 突然间变年轻了 那您能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吗 我今年八十七岁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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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